因厉害乡尊 孙人飞机 故意厉害胜负 于是解分成仇 冤家债主从哪来的 就从这来的 你给人结怨了 你给人结下深仇大恨 你要把别人所有的 夺取过来 变成自己 夺他的财 还要害他的命 这个仇就结下去了 结分成仇了 为什么象征呢 都是为厉害 没有厉害冲突 就不会象征了 所以我们这一生 做人 要做到什么呢 做到人无尊 你就能跟人相处 跟任何一个人都能和目相处 我在年轻的时候 出家被多久 有一些人也对我很爱护 那是韩广长护士 他们看到韩广长 把护我 专权的心里都不服 想劝我 想劝我离开他 他们另外找地方给我住 来护士 都说韩广这个人 韩广这个人很难相处 我就告诉他 我能够跟最难相处的人相处 那天下人我都能相处了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好啊 他天天 这个折磨 我都能受得了 修忍如波罗密码 那为什么能够跟他相处三十年 相处得很好呢 没有冲突 他要的 我不要 我要的 他不要 这个就好办了嘛 他要名 名给他 他要权利 我们那时候有个图书馆嘛 请他当馆长嘛 馆长给他做嘛 他有名 有权 社防供养呢 都给他 他都要啊 都给他了 我要什么呢 我要每天上台奖金 这一桩事情 他照顾的很周到 让我三十年的时候奖金没中断 这他的功劳啊 我要的 他都替我准备了 他要的 我都给他了 我们两个就非常好相处啊 如果我要的 他也要 他要的 我也要 那他天天打架了 那就不能不斗争了 所以一定要知道 我要 他不要 他要的 我不要 我们没有厉害 中途 所以就能 和目相处啊 三十年的 后作 伙伴 不容易 在这个安定的环境当中 我们要常常去想 把这个事情想通了 想破了 就不再造业了 知道对任何一个人都尊敬 从内心的尊敬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那我们这一生才能够解脱 才能够把叙事精神 这些孕业化解 菩提道上障碍就减少了 孕亲债组织很重的 麻烦 很大的障碍 你不能化解 特别是灵敏忠实 他不让你往生啊 他要报仇啊 欠命也还命 欠钱也还钱啊 他要报复 所以在现前 不跟任何人接运 这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时候 我们真觉悟了 你就看到一切人都是菩萨 一切死都是佛死 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 都是帮助我们消业障碍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